現在是4月19號的6點10分 我們今晚要跟老爸一家來吃飯 他帶我們來吃熱泥泥 你們有來吃過嗎? 這邊媽媽來吃的重點是你有來吃 我們剛剛去運動啦,然後剛剛運動完 今天禮拜天人算蠻多的 我們剛剛有選定位 他穿得蠻漂亮的耶 一個綠色蠻有質感的感覺 東西你點好了嗎? 點好了 你要什麼 披薩 披薩 好 我剛剛看到他們有甜螺耶 我想要吃沙拉跟甜螺就好 看一下他的菜式 媽媽 那菜的 漂亮 我們其實有吃過熱泥泥 好像有吃過 淡水那個 淡水有吃過 然後你同學會這個也有吃過 我同學會來看 就是跟後面有這張運吃 你想好了嗎? 我也想好了 在那個 在那個 蛋裡面 是不是很久很久很久 精華色裡面 對對對 我好像有印象了 那我們套餐要怎麼點 因為我如果都點沙拉跟那個 是不是都可以套餐 我們不是要點那個嗎? 披薩 跟 跟你的那個 跟我的那個 你要什麼? 你的那個是什麼? 我就是沙拉跟甜螺 對啊 那你要什麼? 我要黑糖溫貴鮮奶茶 然後披薩 你也要披薩 不是點一個披薩就好了 就要點一個披薩 就點剛才那個 那還要再一個披薩 它都一樣甜欸 有沒有肉都一樣甜 還是不用 那你要點哪一個? 吃個飽 還是要一個什麼? 漢堡 都可以 我沒有講說漢堡 你可以點 優格 我剛剛看他一個飽還不錯 不要 花生醬牛肉堡 然後 牛肉堡 還有花生醬牛肉堡 還有花生醬牛肉堡 阿我沒有吃過 今天有吃過 好像有一個 不要 不要花生醬牛肉堡 然後 Cody要那個 寶貝 我幫你點這個 BBQ爐烤鳳梨雞排披薩 我們去運動 這裡裡面有加這個嗎? 檸檬有,有加檸檬 你有喝出來它的味道嗎? 有,我們要點這個披薩跟這個寶 然後他要點沙拉跟甜果 那我叫他來 好好好 你太收了吧 直接躺下來了 你太好笑了 坐好 你們先點 請問這個披薩可以調辣度嗎? 它的辣度是不定的,它上面就是有灑 還是我可以跟師傅說上面的辣椒糞料幫你撒 還是點不辣的? 本身不少那個辣椒汁的話就有微微胡椒的辣度 沒有我要吃點辣 可以 好,我點點看 然後再一個花生醬牛肉堡 要什麼呢? 這個 花生醬牛肉堡 好 然後你要吃什麼沙拉 我要 有什麼沙拉推薦的嗎? 沙拉的話我比較喜歡吃雞胸凱大沙拉 好,我也喜歡吃你喜歡吃 好 還好你沒有說我喜歡你 然後我們要 好 剛剛漢堡是說要花生醬牛肉堡 沒問題 然後一個雞胸凱大沙拉 對,然後 你有薯條嗎? 你問哥哥有沒有薯條? 有,那個漢堡裡面有薯條 好,有薯條 然後 還有一個那個 那個田螺 喔,要烤田螺 你也烤田螺嗎? 好 那我剛剛有可以加烤餐嗎? 可以啊,除了田螺以外的東西 所以其他都是可以加烤餐的 好 所以你用烤餐加飲料就好 好 烤餐要飲料就好 烤餐的話有A烤餐跟B烤餐 B烤餐是一番八 那有濃湯麵包沙拉跟飲料 那我們不用沙拉 我們有點沙拉了 對,他的沙拉的話 烤餐的沙拉是小沙拉 然後剛剛的雞胸沙拉是一大盤 是整桌可以分著吃的 那A的食材 A的話是只有濃湯跟麵包 那麵包的話是有分鹹的跟甜的可以選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A沒有飲料 有啊 A的話只有濃湯跟麵包兩種 喔 那一個A然後再加點飲料 一個A加點飲料 好 一個A套餐嗎 那麵包要甜的 麵包要甜的 好 還是可以各半 各半 那要點到兩個套餐才會有兩個麵包 那甜的 濃湯有需要加酥皮濃湯嗎 不用 好 那飲料是要黑糖的昏龜 好 飲料想要先上來之後上來 後來要喝飲料嗎 你喝這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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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麵包的 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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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你的 你要加咖啡嗎 我要用飲料嗎 其他的東西拿 沒有了 蛤 一個果汁 蛤 我要用切果 我用手 這可以去冰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邊是我們第一次來 他是小壁坦站的金站 請問一下你們有啤酒嗎 這蠻漂亮的耶 用的蠻好的 跟台北車站的金站又不太一樣 然後他有一種地中海風格的感覺 因為他外面都是用水藍色 然後跟一些燈的點綴 蠻不錯的 氣氛蠻好的 然後他餐廳也都 都是裝潢的蠻漂亮的 他好像整圈都是在做吃的 現在百貨真的都是能做吃的 因為網購太發達了 所以一般的那種 不是什麼應該都不太好做 餐廳的話 大家還是會喜歡吃飯 所以他還是 大部分都是餐廳 整圈超多吃的 謝謝 你有吃過那個 黃色的那個文貴嗎 他就怕跟他想的不一樣 他就是好像黑糖版的文貴 他怕跟他想的不一樣 所以他決定要先 看到你的再要怕怕怕 我先讓你看一下我的 那我們要不要進去說 呵呵 我們每次在那邊吃完 還會逛幾下的一家 喔對喔 真的喔 我們都會買一些冷凍 啊 我們上次有買 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鮭魚好吃 然後上次有另外買一個 蝦浮童 蝦浮童 他蝦浮童 不敢講 蝦其實就買Costco Costco的蝦好吃 我看 欸 是我看你們嗎 有一些人有推薦 在Costco的冷凍蝦 就是一袋 他是剝好蝦殼 那種草蝦 有啊 那好吃 可惟你說一遍啊 可是呢 我不會料理 它那個沒有蝦尾 那個不用什麼料理 完全都不用啊 燈蛋就丟下去 有炒飯就丟下去 可是它是冷凍的 對啊 就是冷凍的時候直接丟下去 對啊對啊 你有解凍嗎 我們有解凍嗎 不用解凍 因為我們之前有買過一大袋 要吃很久 可是那個蝦味就跟 就是一般的那種 生的草蝦也是有差 是Costco的嗎 對啊Costco的 真的嗎 可是我們吃的海還不錯 重點上很方便 都不用剝啊 因為它腸泥什麼都簡單解凍 什麼料理都可以 蔬菜炒蝦什麼也可以 直接下去 對花椰菜炒一炒下去也可以 那妳花椰菜炒 妳有先解凍嗎 我會習慣先解凍 可是它蒸蛋是沒有解凍之類的 我都不喜歡解凍 冰箱解凍還是 我會習慣性 譬如說我明天要煮飯 我今天要退冰的東西 我會先拿到冷藏 所以我會先這樣 我會想要 我覺得我 我好像應該要來煮飯 因為我一次都吃外面 我覺得妳可以不用先 我們可以先買房 換一個大一個 然後就開始煮飯 對對對 可是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都會想說 我們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買那個東西 對 可是我一定要買個東西 然後我就會開始做那個東西 就買了以後 都沒辦法 好啦你可以開始煮飯 所以我想說 我既然長大 我現在是個成熟男人 我應該要先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做買東西 你可以拍早餐日常 我覺得至少一個禮拜一 兩餐日自己煮 可以啦 其實後來你 你吃一段時間吃外面 你就自己煮 你會覺得自己煮 有時候還是 比吃外面還方便 因為其實 就自己長 真的還好 好啦我們要吃飯了 其實我現在很醜 因為我們剛剛要去運動 你有覺得我很醜嗎 還好 因為我們一樣醜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很醜 我看我睡覺 累了 累了 剛剛我們五個人 就是訓練他一個 消耗他的體力 我的天螺來了 他在冒泡 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們敢吃天螺嗎 敢吃嗎 我一直想吃很久 別的爸都不邀請我 都不敢吃 你要等我把相機拿起來 對對對 然後 抓住這個畫面 對 這感覺很不錯耶 起司很多耶 你要不要吃看看 要不要吃一個 要不要吃 這是花椰炭嗎 這是田螺啦 它應該是一個醬 它是把那種什麼菜打的醬 九層塔 對應該是 青醬 這是田螺啊 這是QQ的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看看 真的好吃啊 我只要吃一吃 看起來超讚 好喝 真的來了 對啊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是什麼Pizza 雞肉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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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Pizza BBQ 烤雞鳳梨Pizza 他覺得不錯 他覺得不錯 對啊 我要幫我兒子挑一下辣椒子 希望不要辣椒子 對 他剛剛不是說不要炸嗎 還是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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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吃田螺嗎 好像敢 好像敢 那代表說沒有很愛 他就不關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勉強啊 就是 給愛的人吃 不要浪費 你要不要吃 我們吃好了 要不要吃看 田螺 你老婆先吃 他吃了 他吃了 我老婆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換我老婆的老婆 今天要不要吃一個蝸牛 不要 養蝸牛就更 我以前也不敢吃田螺 但是 我爸媽 小時候會帶我去吃 以前啊 你吃那種比較 那種老老的那種西餐廳 對 對 我就是在那個 盛興 對 我是在盛興 我是在魚人碼頭 就是那種 舊的西餐廳 對 現在比較少 我以前其實也不敢吃 但是吃到之後就發現 哇 超好吃的 啊又有吃嗎 還好吃 好吃嗎 你有吃過嗎 吃到起司 起司 哈哈 他應該是會跟你說 你這邊洞洞挖完 啊剩下我幫你吃乾淨 起司 他喜歡起司 對 剩下我的幫你吃乾淨 我真的是 原本不敢吃 但是吃了一次成主顧 但是千萬不要告訴我 它是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好吃就好 他是蝸牛 蛤 不要 不要這樣 下雨天會跑出來 對 小蝸牛 我不要再講了 然後在那邊這樣 不要這樣 然後變年蛋 不要這樣 哈哈 不吃了不吃了 然後會不會這樣 哈哈 你們這些人 原本都不想吃了 很好吃啊 你要吃蝸牛了 哈哈哈哈 他不吃蝸牛 不是吧 他是 真的假的啦 真的 可是他還是很好吃 可是他還是很好吃 那就是一種吧 Kind of蝸牛 你就爸吃了蝸牛 他吃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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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蝸牛